撤銷雅尼展現 撤銷雅尼展現 還我泰魯格 還我泰魯格 主任與環保團體呼喊口號 抗議雅尼3月14號取得經濟不合格 展延20年礦權 認為這樣會嚴重影響台灣生態 也違反原機法第21條的精神 各個地方的土石流同美也發生過 它沒有開採的情況之下 天然災害就這樣 那今天是它榨山的情況之下 我們相信那個山應該也有一些裂開 還是裂縫或者是說遙遙義墜 很怕就是這20年裡面 我們不敢保證說不會發生這樣的大的災難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這一次讓他聽到主人的聲音 也讓經濟部長跟我們礦局局長了解 這個礦下面是有助人的 那要求經濟部立即撤銷雅尼這個違法展現 然後雅尼必須立即建行原機法21條 保障居民的這個居住安全 以及他們的這個執行同意權 場外環團跟族人高舉抗議標語 場內也有許多員工 也高舉拒絕污名化捍衛工作權的牌子 讓經濟與環保的問題再度碰撞 六號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立委 原住民級立委 也到雅尼考察花蓮地區礦業現況 並聽取簡報 而雅尼強調 場區都有在進行綠化富裕 水土保持安全無餘 這個工廠也聯繫三年多到 環保室的環保獎 另外礦山方面 直升地礦 護益生態 實際上是一直在下工夫 幹人力 也請很多專家來協助 族人與環保團體 對於雅尼展岩 是否有偷渡違法等情勢 立委表示 未來將成立雅尼展岩案的 調閱小組進行調查 實際上最快的這個延展岩 它的公文流程 一定要要求經濟部全部拿出來 讓大家看看 到底所謂去韓問的13個單位 是不是13個單位都說沒有問題 讓他可以在三個半月內 就決定展岩 這樣我們的雕業小組 過去就要怎麼成立 入使讓這些相關的文件 能夠公諸於是 展岩這個創業前 正好就是因為已經有了 第一個環境法 早期沒有環境法 一開始設長的時候沒有環境法 那現在有環境法 這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有人嚴重民調基本法 所以政府機關 不可以無視於新的法律 立委高志朋表示 希望經濟部撤銷通過的部分 並重新審視程序正義 如果經濟部還是沒有作為 將會以律師的身份 協助族人環保團體提出訴願 保障當地居民權益 記者總和報導